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有关疫情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日本政府决定了要推动疫苗护照计划 为重启旅游业做好准备 但是目前日本只是承认一种疫苗 这种疫苗就是復必泰疫苗 由头到尾人们都没有提及过科兴疫苗 所以即使日本和香港达成了旅游气泡的协议 看怕打了科兴疫苗的蓝丝 暂时都应该是无缘去日本旅游 第二宗消息 再有一名打了科兴疫苗的男人逝世 令到打完科兴疫苗之后的死亡个案增加到十宗 而打完复必泰之后死亡的个案有两宗 所以最新的比数就是十比二 在说之前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根据《日经新闻》最新的报导指出 日本政府计划是通过发放疫苗护照 重启海外旅游 当局计划在下个月推出一个手机apps 在手机apps里面就会列出病毒检测的阴性证明 而日本政府考虑要在apps里面加入疫苗证书 并且会连接到当地追踪疫苗接种计划进度的新系统 日本政府目前就向那些已经打了疫苗的人士 是会颁发一张纸本证书 其实香港也有的 卫生署有张纸给你 而且人家制定电子证书的标准 就会和欧盟的标准看齐 使得证书的持有人 可以在登机和入住酒店的时候 摆出来给人看 如果日本真的采取了欧盟标准的电子证书 就很大机会使得欧盟和日本在疫苗护照上互相承认 HK01曾经就着疫苗护照的事宜 向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查询 别人的答复是怎样的呢? 他们就说特区政府和日本政府合谈 两地居民往返开通的事宜 目前正在讨论当中 故此不便透露内容 但是强调 这是正面讨论 按照资料显示 目前日本政府只认可 辉税 即是伏必泰的疫苗 所以人家由头到尾 没有提及过要承认科兴疫苗 故此现在打了科兴疫苗的30万蓝丝 基本上就算人家要开通的时候 都应该是不被认可的 最少按照目前已知的资料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之前也曾经有说过 就是叫那些去打针的人 一定就是要想清楚 到底你打针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说纯粹是想防武肺 那你就尽情去打吧 你就选一只 你认为保护率最高的来到去打 或者最适合你自己的来到去打 但是问题 如果你纯粹是想去旅游的 那你一定就要看清楚 究竟你想去的目的地 在哪里 那你就要看看 到底当地是承认哪一种的疫苗 你才好去打了 不要是又打 不是又打 因为打这些疫苗就不是补品 不是吃糖 大佬 可不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打几次 那一定可以 不过不知道有什么效果 对吧? 目前来说 有哪些国家和地区 是承认科兴疫苗的呢? 除了大陆之外 就有阿塞拜疆 巴西 柬埔寨 智利 哥伦比亚 多明尼加 厄瓜多尔 马来西亚 老窩 印尼 还有乌拉圭 津巴布韦 泰国 如果大家想去这些地方旅游 那当然 你打科兴疫苗就对了 因为人家都打的时候 他一定要承认的 就是到了有一天 如果这些国家 他们要搞疫苗护照的时候 他们就不可能不承认科兴疫苗 因为他们已经下答了 他们花了这么多钱 而且启动了打这个疫苗的计划 打了这么多剂科兴 那他就没理由不承认科兴疫苗 因为他自己也有份 但是 到底其他的国家怎么看呢 至少日本来说 就不承认了 遲些会不会谈得到呢 谈到别人肯承认呢 那就不知道了 因为就算你说新加坡 他也买了科兴疫苗回去的 已经混底了当地 但是一直拿去收藏 放在仓库里 没有拿出来打 而且按照资料显示 新加坡 就只是承认这个Moderna 和福必泰疫苗而已 他就没有说承认科兴疫苗 所以如果大家打针的目的 纯粹是想去旅游的话 一定是要想清楚了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如果不是 打完一只之后 分分钟又要再打第二只 好了 接着我们就去看看 昨天报纸登了出来的 一宗死亡个案 就是打完科兴疫苗之后 拘捕的 死者是一名62岁的男人 本身患有高血压 高血脂 胸腹血糖異常 和肥胖 肥胖拿出来说 所以 那些多慢性疾病的人 他自己一定要想清楚 对不对 当然 那时候那些专家走出来说 只要控制得好 都可以打 总之 你的命是你自己的 打不打 你自己决定 对不对 不过通常打了科兴都是蓝丝 不用说 这一名男人是当保安员的 在3月7日的时候 曾经接种了第一剂科兴疫苗 去到27日上班的时候 突然之间在坑挺云倒 心脏罩停 送往联合医院抢救不治 这一名男保安 生前曾经向居民透露 自己快去打第二针科兴了 有居民坦然 对于这一名保安突然拉柴感到惨疑 所以他就无缘打第二针 只能笑下去 实情来说 这些个案 你说问那些专家委员会 多数他们都是得出同一个结论 尤其是 这个都隔了这么久 7日打针 27日才拉柴 中间都隔了20天 之前隔了几天 那些专家都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更何况这些隔了20天 他就更加大条道理 还有一件事就是 犯了这些打针之后死亡的个案 当然找到死者有很多潜在的问题 高血压、高血脂 老实说 作为一个60岁以上的长者 有多少个是没有这些问题 对不对? 有这些问题 然后逢那些人一拉柴的时候 就全部拿出来说 胖也拿出来说 真是跳蓝 那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一定要健康或不健康才去打? 问题就是那些专家自己线头说过 控制得好都可以打的 那现在怎样呢? 全部打完之后又说不关事 没问题的 本身他都会死的了 那要你那些专家来做什么? 原来说来说都是那些答案 好了 接着我们又去看看 有些国家主力打科兴疫苗 到底当地控制疫情的情况是怎样的? 智利和土耳其 这两个国家都是主力打科兴疫苗的 智利已经打了接近900万针的科兴 平均每100人就打了47人 是南美洲里面接种率最高的国家 但是呢 他们新增的个案数字 去到3月26日就录得7600多宗 是破纪录以来的新高 土耳其1月14日就已经开始打科兴了 至少800万人就已经打了针 占整体人口超过一成 但是呢 3月27日就录得3万针的新高 已经接近顶峰的位置了 所以呢 打完科兴之后 到底那个作用是有没有在呢? 之前特区政府就发了一篇新闻稿 他们就不点名不知批评哪一个医护组织 就说他们是以医护专业的名义去抹黑科兴疫苗 说人家个人政治利益凌鸽公共卫生 好了 到底现在智利 土耳其和巴西出现了这个情况 那怎么解释呢? 难道人家整个国家一起做你? 难道人家一起说谎? 那些确诊数字全部是真的 打针也是真的 不会打针是假是吧? 不会人家整个国家上上下下 几千万人一起合作谎 说谎做假是吧? 端估不会啊 一个国家就说 三个国家都是这样 不会是吧? 那怎么解释呢? 我没有的 不评价的 那些专门去保鲁护航的人去哪里? 为什么不出声呢? 看到人家有这样的情况 到底这种疫苗有没有效呢? 许树昌教授出来说两句话 他没有说话 但是另一个专家 呼吸系统科的专科医生 梁子超就认为 暂时这些国家 仍然未达到群体免疫的接种率 难以将疫苗和疫情发展 完全挂钩 以智利为例 如果当地的长者在打针之后 入院率下跌 已经是证明到 科兴疫苗是有一定的效果了 哇! 这个专家就认真是抵蚀了 是不是? 这样兜一大圈来帮疫苗说好说话 这个真是好事 你说讲语言艺术 哪够现在那班专家来 真是CY都走在一边 讲语言艺术 我告诉你现在是 许树昌教授感应第二 全港没有人感应第一 他最好 告诉你 这个梁子超医生也不弱 不过不够许树昌教授 哈哈!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